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维琪 哈喽 我是Roy 是2005年的时候开始的 我都跟我自己讲说 No matter what it's gonna take 就是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从那一天开始 不管是台风下雨 不管是我在台湾跟美国 只要我不会下不了床 我绝对都不会缺起天能 这两集的来宾Roy 是我在北加州湾区有短暂一个月缘分的健身教练 上一集呢 Roy跟我们分享了她 为什么在科技业工作十年之后 毅然决然决定裸辞 创业成为健身教练 我们也讨论了 为什么她会做出这样一般出人意料的职业选择 这一集呢 让我们来听听她对这个产业的了解 包含创业前的准备啦 目前主攻的市场 开张一年来最大的成就感和困难 还有未来的扩张计划 除了这两集之外呢 已经录好了集数 Roy还会来破解一些健身的迷思 请大家踊跃订阅追踪 千万不要错过哦 其实那个手医生她就跟我讲她说 其实就是你自己在训练你的这些 肌力方面的这些东西其实是蛮必要的 所以那个就是我开启了 我走进去健身房的一个契机 其实我不是为了别人 我也不是为了说什么身材好看 而是为了我自己希望可以活得跟正常人一样 好感人的故事 这个就把它拿来写成那个 一个真实的故事写成文案 就可以大麦特麦了这个 大麦特麦 就是真的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发电罪 有的时候我躺在床上 我就想说 我就说老天爷为什么我才19岁 而且那时候镇子都要打篮球啊 然后出去就是 为什么就是我会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我 我永远都记得我躺在床上那个感觉 所以当医生跟我讲说 我必须要下所有的功夫去努力的时候 我才想 我就跟我自己讲说 就是 no matter what it's gonna take 就是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对吧 所以我想说我要付出 所以我从大学开始 我就不熬夜不喝酒不抽烟 后来甚至年 比如说我本来比较喜欢吃辣的东西 我也全部都戒掉 好厉害哦 对啊 我就觉得说 先从椅子上面开始下手睡眠 然后这个训练的部分的话 就是慢慢慢慢慢慢开始接触 而且那时候刚好也去了美 就是后来大学毕业后 去了美国念旅所嘛 那所以那时候 在美国其实通常去健身房 在朋友之间也比较风行一点嘛 流行 所以那个时候就跟了一些朋友去健身房 就开始接触到说 这些东西大概一个基本的 但那个时候其实 那个时候 200 2004年 2005年 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YouTube也没有飞出 没有Facebook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职制都是 比如说 朋友跟你讲 或者说你去买一个什么 健身杂志来看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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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好像美国人都很早 就开始健身或什么的 然后我都有点 因为我们有在美国生活过 比如说他们从国高中 然后 然后大学 大家就是他们下课就会去健身房 然后我就想说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怎么怎么健身 就是他们 谁教他们 其实因为他们很多 因为他们很多 像我问我的朋友 他们比如在高中 如果你是校队的话 其实校队本身就会有 可能教练 跟体能教练 都会带你做一些 基本的一些重量训练 当然也许不是那么 那么 比如说 准确的知识 但是你也会开始接触 这些东西 对吧 哦 所以就他们 反正他们的资源也比较多 是啊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运动风气 比较深啊 比如说你看 你今天要打篮球打棒球 你为了要有这个力量去跟对手进行抗衡 你还是要增强你自己的体格啊 嗯 但是因为毕竟在台湾 你运动风气比较不慎嘛 对吧 嗯 可是你是在台湾的时候就开始去练肌力了吗 还是后来到美国研究所的时候才开始 应该是台湾就开始了吧 其实那个时候在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也没有去什么健身房啊 嗯 那时候念东吴的时候 只是有时候会去那个学校的健身房 就随便举一下压力 然后自己在家里可能做做什么福利挺身啊 嗯 那个时候大概也就只有这样 真的是踏入健身房 参加健身房 那是真的是去美国那研究所才开始 嗯 对啊 就是20 我看是2005年的时候开始 嗯 对啊 哦 然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 一直都有持续的健身 我就 从那一天开始 后来呢 不管 后来我的朋友都没有再去 嗯 从那天开始 不管是台风下雨 不管是我在台湾跟美国 嗯 我绝对都不会缺起健身房 哦 只要我没有 没有办法 只要我不会下不了床 嗯嗯嗯嗯 光你现在在那个防疫旅馆 你还是订了一个可以健身的防疫旅馆呢 没错的 嗯 那后来你 因为你后来有参加一些专业的训练对吧 然后还有参加比赛 对 然后是什么样契机才开始的 是因为你已经决定 看到这个市场 你决定要开始进去 对 这市场才去的吗 还是你其实已经先去上了那些 呃什么专业的证照课 那些才就是哪一个先后 其实那个时候我决定要做的时候 我就想说好 那我当然要比如说更 呃 认真来看待说 拿到这种专业的证照 嗯 或者是来更认真的请教一些更多的专业的教练 那我觉得说参加比赛的话 其实是一个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 因为其实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说当然 这种所谓的健体比赛或健体比赛 当然其他并不是那么的健康 因为你要做很多的一些很极端的训练跟饮食的控制 但是我会觉得说 嗯 我让我自己走过一个这个样的流程 嗯 我能够体验的是一个什么状况跟一个什么感觉 就是说你虽然做的很极端 但是如果我学会这个经验 那我了解这个经验 我把我那个极端的程度减少一半 拿来分享给一般人 其实一般人就可以获得一个真正所谓健康的一个班人 嗯 所以我觉得说参加比赛对我来讲 参加比赛的最大的意义是在于说 我想要了解一下怎么样做到一个极端 嗯 那个是一个什么感觉 但是如果我能够把它切回来到一半的强度 嗯 来分享给一般人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学习的经验 哦 所以那个时候是你还在创建吗 在还在美国的时候吗 还是后来你中间你离职之后才去参加的 嗯 我是离职以后才去参加 那时候因为我是觉得说我就是 呃离职以后我应该要好好的先 嗯 花嗯 一段长的时间来准备自己 嗯 不管是比赛也好 或者是去考取这种专业的证照也好 嗯 或者是去去请更专业的教练 跟他们请教说更深层的一个身体控制的技术也好 我觉得就是那时候我给我自己差不多一整年的时间 嗯 就是我完完全全就是我就在做这件事情 嗯 我就辞职以后我完完全全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 嗯 对 因为其实中间我想要就是花一分钟讲很快 就是我后来就没有再也没有再吃药 嗯 就是那个僵制性脊椎炎药 那个时候我去医院给医生回诊的他非常的惊讶 他说竟然有人可以维持到说连药都不用吃了 因为我就然后我就跟我的医生说我做了什么 他就说你这个果然是做到一般人都做不到的事情 哈哈哈哈 就比如说不熬夜 呃 然后你不 我举例了不熬夜 水喝够 然后你不喝酒不抽烟 不喝那个那个含糖饮料 然后你吃的也都非常健康 然后你又有训练 这些东西其实对一般人讲其实是很难做到 但是我也想跟大家讲说 其实你的身体健康你真的不需要靠什么很昂贵的那些东西 你只要把这些东西做好 你的身体自然就会健康了 嗯 诶 我觉得好像因为刚刚一直都没有讲说 其实现在你的就是在矽谷的那个business是怎么运作 呃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瑞里先生他现在做的是 算是讲中文的族曲吗 虽然你也是会用英语授课 虽然以亚洲人为主嘛 客群对不对 以亚洲人为主 那其实就是一直以来大概也有一些就是美国的 美国本土的美国人 那大概差不多也有四五个左右 嗯 所以针对他们的话 那因为他们是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白人或者是不讲中文的亚洲人 那基本上我也是用英文授课这样 那我在就是西谷这边的模式呢 那我我目前是一对一或者是一对二的这个小班来就是帮同学上课 因为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所以我也不太还没有开到说一对一对四或一对六的班这样 嗯 对然后现在那个上课的时段是就一味难求耶 你知道我们就是透过就是因为我是跟老公一起上课 然后我们根本就是透过关系要想办法卡进去一个位置 才有办法上到肉依的课 然后他就这样离开我们了 哈哈哈 其实你想跟你就是想跟你跟那个听众分享一下 其实当初我跟我自己是讲说 我一天不会接超过六堂课 那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试过 我一开始就有试过说七堂跟八堂 那我就后来发现说 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 呃体力跟专注力是有限的 那我会觉得说 假使今天是第七个人或第八个人来上课 他付跟第一个人一样的钱 但是那个时候我的专注力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好 那我觉得那最后一个人来上的不是很倒霉 对啊 对啊 所以我知道说以我的体力跟专注力 在六个之内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一天最多只排六个 所以才会变成说 好像有很多的学生 我没有办法上到是这个原因 一天六个也很多 但是其实我基本上 我已经礼拜一到礼拜 礼拜天都在上课 我除了礼拜一早上跟礼拜五早上 是要拿来去买菜跟办事情以外 其实基本上我已经每天都在上课 比我想的还多 一天居然要上六个人很多 这样就六个小时 然后你前后还要花一些时间准备啊 然后你总要想起来这个人 我上一次上到哪里 然后要整理一下吧 对 所以当然就是每个人上课的进度跟课表 我自己在每一个 就像我在那个电脑里面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个独立的一个框框 里面写的你刚开始是怎么上 当然要全部记录下来 嗯 对啊 我觉得一天六个小时 然后七天都有在上课 其实很多耶 我比我想的很多 其实平均 没有 其实我会说平均 如果真的要算的话 平均一天大概是 因为有时候有人会请假嘛 怎么样 那我会说一个月的话 平均大概一天大概是四堂课 也就是说一个月的话大概是120堂课 120个小时 嗯 而且第一年就可以接到这么多 有这个数量真的很厉害 还不到一年吧 其实我觉得 你看我回来的时候 那个就是手上一共是38个学生嘛 嗯 大概差不多10个月是 我们就说一年好了 就一年累积的差不多 我们就说40个学生好了 嗯 其实跟我当初预想的是差不多 而且其实我中间是没有再打广告的 那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靠我的那个 口耳相传 我的Facebook的那个 第一个是口耳相传 就因为我也在Facebook上面 我有开一个那个北加健身减脂版 嗯 那主要是靠说在上面跟大家的一些分享 然后可能有一些新的朋友看到的 来问我说想要上课 但其实最主要 我说80%都是就是 现有的学生介绍过来的课 就还蛮厉害 可以10个月然后就达到这个程度 而且因为你说你是透过那个健身减脂版嘛 可是现在Facebook的触及率其实超低的 对 我知道啊 其实蛮低的 对所以就我觉得蛮厉害的 因为我现在就毕竟自己有在经营那个Facebook page跟那个Instagram 所以就会知道触及率真的超级低 对 嗯 其实Vicky我想要 因为我等于说我当了一辈子的 就是业 我应该说我在业务 就是Sales跟People Management这个 这个领域等于说我做了十几年 嗯 其实我体会到一个最大的心得是我想要分享给你 或分享给就是有听你节目的听众 如果有任何人他想要自己出来出来做他的生意 不管那是什么生意也好 就是说今天其实你最好的行销方式就是人 嗯 就是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的同学很多的朋友 他们想要出来做生意他就想说我要怎么去做这个行销 我要怎么去写这个文案 我要怎么样把这个网站架的很fancy 我Facebook照片要怎么造 其实那些不是重点 嗯 重点是说你有没有把每一个客人服务好 你只要有花心思 把你的能力在每一个客人上服务好 他们就会帮你带来远远不绝的客人 referral永远是最强的行销工具 嗯嗯嗯 对啊 哇这是今天听众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 哈哈哈 因为你想想看 我举个例子哦 其实市场行销学有调查过 你花的每一分钱找来的新客人 嗯 他会第一个他会不会跟你消费这是一点 嗯对不对 然后他会跟你消费多少 这是第二点 好另外一种是说 别人帮你介绍过来的人 他会不会消费 第一次会不会消费 跟他消费的那个金额比多少 绝对是第二个CP值才是最高的 其实你看比如说你是因为朋友介绍过来的 嗯 假使我今天 我是你是透过我的广告看到的过来的 嗯 你第一次比如说呃 就是试过我的课以后 你会买的机遇 跟你是朋友介绍过来买的 其实那个就是有天差地别 对啊 基本上朋友 你是因为朋友介绍过来的时候 其实你基本上就是已经准备要掏钱了 对啊 对啊 所以我才想跟大家分享说 如果你今天要做生意 你要focus是说 怎么样把你的产品服务 还有你的客人 顾到最好 你其实刚开始 尤其是这种做像我们这种 算是个人的生意这样子 嗯嗯 你也不是说什么打企业一开始有 这么多少钱可以砸这样子 对 那我说其实你最重要的focus是 是你的客户 而不是说你要去怎么搞出很多很fancy的 这个marketing的这个strategies 就你讲到客户这件事 然后我就想要问说 呃 因为你进入这一行呢 是大概十个月左右 那这目前这十个月 呃 你觉得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 还有你通常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就是跟可能跟客户相处上 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感就是 就像我那时候 就是前年发的一篇文章 就是大家来的时候呢 不是病的病 痛的痛 胖的胖 没精神的没精神 嗯 就比如说有很多人 他是可能他是因为 因为我有跟一个我的伙伴合作 他是chiropractor 他是整集师 嗯 那很多时候 比如说很多病人来 从他们介绍过来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肩膀痛啊 腰痠背痛啊 那当然有些人是想要来剪脂肪这样子 嗯 那其实我觉得我能够看到每一个学生 带着每一个学生这样子两个月三个月 甚至一年 最后他们身体上面的一个转变 精神变好 然后病痛没有 或者说他觉得他的身材也变好 我觉得那个是我最大的满足跟成就感 这也是我当初会想要来做这件事的 就是我觉得我希望可以帮助到别人 让别人变得更快乐 变得身体变得更好 嗯 尤其是你自己也是从有天生先天的疾病的状况 然后变成透过健身然后转变 所以你就应该特别有感觉吧 对 然后你刚刚有问我说 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对啊 如果我跟你说没有困难 你会觉得 就是我想要讲没有困难 并不是说好像要觉得说很自满或很知道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当我全心全意对待每一位客人的时候 而我是希望为了他们好的时候 我不觉得我会有遇到什么困难 就是那只是一些 就是我的意思说 当然我也有遇过客户 他的一些想法就比较极端 就像比如他说 他想要什么快速的瘦身啊 然后他不想就是做太多的重量 那这个东西我会跟他们解释 那但是如果解释到后来 他发现说 他还是不能极端 当然我会跟他讲 我也会很诚实的跟他讲 那也许那我不是一个能够提供给你 你想要的solution的一个对象 这样子 嗯 对 如果真的要说困难的话 我会说 一开始等待跟害怕 因为你会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成功 你看你还要去租这个店 负担这个房租啊 你会不知道 你会害怕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在事前 我做了很多的规划跟调查 我会觉得说 只要我有耐心好好的做一个 从第一个学生开始 就专心好做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我觉得 应该是会做的起来 因为可能 我做了这么久的sales 我知道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需要时间 嗯 你只要好好的愿意做 你只要让人家看到说 你的服务真的好 然后你也是很真心诚意的在关怀每一个人 我觉得没有做不起来的理由 我是真心这么觉得 嗯 理解 不过那也是因为你有了过去十年 十几年的sales的经验 所以你会知道说 其实那个帮助我很大 对 因为你会知道 就像你讲的可能 因为你前面已经准备了那么多 比如说你花了两年时间了解这个市场 然后又花了一年时间准备自己 然后才踏进 真的踏进去 所以我相信可能很多的困难对你来说 都已经不是困难的原因 是因为你都想过了 然后 可能最困难的就是像你刚刚一开始讲的 呃 就是在等待看他会不会成功的那个恐惧 是最难的 可是又因为你有了之前的经验 所以对 那个部分你又是可以 就至少可以告诉自己说 我一定可以做到 因为你知道这是会成功的 对 其实像我身边有很多很优秀的教练 他们的知识 嗯 跟他们的技术都很好 但是他们在做教练的时候 他们的呃 比如说收入会一直很不稳定 或客源会一直很不稳定 最主要就是因为其实 像我们这个也算是一种 people business 嗯 那对我来讲 我觉得真的很感谢 因为我有了十几年的这种 业务的经验 所以我对于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我是很了解 嗯 所以说这当我自己出来做生意的时候 我觉得对我来讲 就是对面对客户的这个处理 跟客户的这个接洽 还有对待客户 我觉得对我来讲 是蛮轻松的 所以就是为什么会觉得说 我做起来 其实没有感觉到太多的 很严峻的困难 嗯 嗯 哦 那我觉得我下一个问题 应该是想要知道说 因为如果是呃 教练这个事业 接下来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是 因为你可能一天 你就是最多你就是只能上六堂 六个小时嘛 呃 那接下来要如果要扩张的话 要怎么样扩张你的事业 对 那也跟Vicky分享一下 那基本上我接下来的扩张的目标 就是当然我有分短期中期长期 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说 我已经都想好短期 终于长期了 那因为我们就是做业务 就是做了那么久 习惯都要写那个proposal 不要急 比如说你那个业绩 然后什么今年的 明年的什么第一季第二季 都要习惯说 就当然 其实很多时候 规划是一回事 嗯 当你真的做不做得到 那是另外一回 但你好歹你还是要规划吧 嗯 对啊 对我来讲 我的下一步的目标 就是开小班制 一对四的 因为我会觉得说 美国疫情到时候也会比较缓和 其实大家比如说你在跟一个 假使只有四个人 然后比如说旁边几个是你不认识 而且现在大家都打疫苗了嘛 所以可能也不会那么排斥 嗯 因为如果我上一对四的班的话 第一个等于说我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学生 嗯 那我的生意也可以变成说比较扩张 这样子 嗯 因为等于说如果我现在只上一对一的话 基本上 因为其实我手上大概有差不多十个同学在waiting list 我没有办法把它上 嗯 那一对四的话 我觉得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对四或一对六 基本上每一个学生还是可以受到教练的attention 你说比如说一对15对20说到实话 一个教练是管不了那么多人 嗯 比如说因为我们看动作其实看的很准跟看的很快 嗯 所以说四到六个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我会觉得说 其实有一个小班的时候大家上起来会有一个有点像是一个team的感觉 那种那种bonding的感觉 你也会觉得大家一起来上课感觉好像有伙伴蛮好 其实我觉得不管对于教练或对于参加的同学来讲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真的因为如果自己一个人的话 你就会常常会懒对 我会有点懒对 今天好累然后就不想去 但是因为如果是一个有个team的感觉 一个小班比如说对啊 然后你也会觉得说你每天你每次去也可以跟人家稍微social一下 聊一下天我觉得蛮好的啊 嗯 对啊而且我比如说我再讲一个更 我们就讲一个现实陈天上的问题 我们就讲钱上面这个问题好了 就像比如说你一对一一个小时 好那我现在是收90块 嗯 那我一对四的话 那我那一个人的话就只要差不多55块 嗯 当然你一对一 当然你收到的等等会更多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那有一些不是每一个同学 他都有能力一次付 我举个例子好了 那你一个礼拜可能要上两天课嘛 就一个月的话是8次嘛 嗯 酒吧就多少 720啊 嗯 虽然说湾区的人的收入是高 但是也不是每一个人 他都有能力一个月付720去上教练课 720很贵耶 你懂我意思 是是 但是我的意思说你看一下 比如说如果你Google说 San Jose Seat Value 一对一的personal training 他的那个trash rate大概在 就差不多在80到140块之间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那我也会觉得说 想要开小班制的是说 我希望可以降低这个 就是上课的成本 让有一些同学 他可能不是说不想 他可能没有能力负担这么多 他还是可以获得好的学习啊 嗯 对啊 那当然今天如果你是有能力的 然后你也想要受到这种 就是一对一种非常专注 只有你的这个服务的话 那当然他们就会选择一对一啊 那比如像夫妻或情侣 他们会想要一对二也会 所以基本上以后的话 就是我一对一一对二跟一对四 我都会有 嗯 但是我是希望多开一些一对四 因为我今天出来做这个 我就希望可以帮助到 越多人越好 嗯 而且也算是双赢吧 因为如果那个小时 你本来只能接90块 单四个人就可以超过200块了 是 所以对学生 对教练来讲都是一件好事 对啊 而且因为其实老实说 如果是初学者的 可能也不用所有的专注力 一整个小时都在你身上 因为透过看 看别人 没错没错 因为对 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我刚刚不小心漏掉 因为其实就像你正上课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到 一个很好的 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一对一 我在教你的时候 其实你是看不到 你自己到底哪里错 就是你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比如说 如果你可以看到 我在教另外一个人 就说原来我刚才是这样 对啊 所以说你今天可以看 比如说我在教另外一个的时候 等于说你用眼睛看 以后你会更增强你的这个 记忆力跟理解力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一步应该是 很容易就成功吧 因为毕竟有那么多人在 在waitlist上面等 然后排不清时间 对啊 所以这就是我的那个 中期的目标这样 可是上次你还有提到说 因为你跟那个 整体师配合 就是算是物理治疗嘛 对 然后你上次有提到说 会可能可以跟营养师配合 对吧 就可能可以变成一个package 因为我是希望说 我之后除了健身房以外 我还可以再做健身餐 那我是觉得说 其实因为矽谷 大家都蛮注重健康 然后也很多时候 也没有时间做饭 但是我讲老说 因为其实我也是会外食 虽然我大部分在家里煮 我发现其实健康的外食 然后又要好吃的选择 其实是非常少的 这也是 为什么我每周跑去吃Chipotle跟Panda 哦 不是因为外食 基本上你就很难健康啊 因为应该说好吃 好吃的东西就很难健康 是啊是啊是啊 但是我讲老实话 就是其实像比如说 你看这是我在台湾 我在防疫旅馆 我有订几次的那个健身餐 嗯 就是我觉得它 它还是有兼顾到美味的啊 我觉得还是很OK的啊 哦好 那你就把台湾的那套带进来看看 对啊 我觉得其实 你看像比如说 为什么我可以摆脱 僵直性脊椎炎 一辈子要吃药的这个 就是算是 也不是说厄运啊 就是说这个 沉重的这个负担 最主要就是因为 我在饮食上训练上 跟睡觉上 我很努力的去做 那当然睡觉 我都有跟大家讲 我怎么睡 但是我当然我 我没有办法帮助到你睡觉 但是我都会觉得说 至少我在训练上 比如说我可以帮你 然后在饮食上面 如果我能够 比如说把我吃的东西 那我把它多样化 然后把它做成那种 大家可以外带的便当 那我觉得 等于说我也是在帮助到大家 当然啦 因为我自己吃的时候 是比较没有注重这个美味啦 所以我才讲说 可能到时候也会 请教一些比较 专业的人看 怎么把它弄得更好吃一点 嗯 对啊 真的是这样欸 就你知道每天要自己煮 真的不知道煮什么 是啊是啊是啊 然后要花很多时间 就因为我以前完全不会煮饭 然后是因为从去年开始都待在家里 然后所以才开始 对 练习熟 因为不然怎么办呢 就是你还是 就没有其他选择 对啊 到现在还是觉得每天都要 花好多时间在煮饭 我觉得有点累 是啊 所以我自己也是啊 你看 买菜切菜煮完 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 是洗碗 洗碗不是洗碗 你去洗就好了吗 什么意思 但是你还是要把锅子 跟碗还是要冲一下 你也不能上面那么多渣的时候丢进去吧 那个不是就 那个很快 那不是就五分钟就可以做完吗 但是还是觉得 我跟你讲 真的很烦 所以我能够体会 为什么妈妈做完饭以后 都不想吃饭 因为很累啊 做完饭真的不太想吃欸 因为妈妈就想说 你们这些混账 就是你每天反正只是在嫌我做的不好吃 然后我现在煮那么累 然后我煮完以后 她自己也不想吃啊 对啊 我觉得被量比较久吧 不觉得要切那些东西 然后或有些东西还要事先腌 然后你还要事先规划 所以你知道像我们身为健康教练 我们都是什么 我都是把它全部煮在一起 哦 对 可是这样不会肉都拆掉之类的 其实不会 我后来有一直试出一个方法 就是肉都是很OK 菜也都很OK的 那你赶快 我到时候等我 等我隔离出去以后 我就会示范给你们看 好你就变成YouTuber啊 然后教我们怎么做简单的健身餐 然后后来大家就 哇看了自己以为可以做到 却做不到 这时候你就顺势推出 还是学不会 没关系 我们就还是学不会 对 直接用买的 用买的 没错 因为毕竟矽谷的人什么没有 就是 钱最多 就是 我觉得 钱 多是 是美 但我觉得矽谷也比 大部分人都更重视健康 因为讲老实话 当你钱多的时候 你就希望活得久嘛 你才更去享受你的钱嘛 对啊 而且也是因为 因为他们其实很多这种高压的工作 他们其实饮食的很多都是不太健康的啊 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比如说那种 Google Facebook 或Apple上班有这么好的cafeteria 还是有很多人 他的公司是没有供很好的餐点的啊 对啊大部分公司都没有吧 而且Apple的cafeteria还是要自己付钱啊 只是比较便宜而已 我听说好像只要8块嘛 反正还是很便宜就对了 对啊 是没错 是的 对 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了 我想一下我们今天 噢我们今天聊什么 好我们今天就首先就是Roy跟我们介绍他 枝芽的发展 对 怎么从Sales啊一直到现在创业 呃中间一些心路历程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而且宝贵嘛 对 因为我身边没有很多做这个很Sales产业的人 所以我对这个其实真的没有很深的了解 而且尤其是从GM的角度来看又特别不一样 呃要说很很有启发嘛 蠻inspiring 这样会不会有点假 但总之 就是你说呃从自己 因为那个僵质性脊椎炎 然后开始努力的培养健康生活习惯 真的是非常厉害 因为光你讲的说不抽烟不喝酒 然后早早睡 这真的是很难 早睡不熬夜 是 对不熬夜然后睡 然后饮食上面要调整的更加的注意 比如说呃甜的东西啊 不吃不喝啊 然后那种辣的啊炸的啊 也都非常少 这样子 对这真的是 我是没办法想象啊 因为我就是一个无法割舍好吃东西的人 其实我也能够理解一般人啊 因为就当你没有那个强烈的需求 因为我有一个这个病的需求嘛 嗯 那我当然就觉得说我要把它做到更好啊 因为我还是 就像我还是想要打篮球啊 我还是想要这样那样 我想像一般人一样啊 嗯 就要是生存的时候 你就会自然的转向那个方向 是啊 是啊 我记得我记得以前周杰伦有讲过说 他那个时候他有一次在办演唱会 还要那天他要上去唱 但他这样子性急剧的发作 他就只好请医生来打止痛针了 哦 对啊 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有这个病的人都是很辛苦的在过生活 因为你还是想要可以跟正常人一样 嗯 这就是为什么每次上课你都播周董的歌吗 我有 我有都是吗 我也没有都是啦 就是我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人在喜欢之高 你可能比较听到他的这样 没有没有真的超常 每次走进去就是他 然后不然就是那个黄小虎 然后反正就什么八度空间啊 就很早之前就差不多跟我同一个年代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毕竟我的我的那个我的年代比较有一点 所以我的那个歌单都是比较年代的 I know 现在就是那个新歌完全不会唱 我现在就完全不去唱歌了 因为都不会唱啊 我去干嘛 真的是没错 对 好我们刚summerrise到一半 对 还聊到你的契机 然后我觉得还蛮厉害 就是非常的有毅力 嗯 还有也是觉得很有收获的地方 就是你怎么找到 嗯 就是你想做事情跟你怎么研究市场 然后你发现哇 这真的是一个你觉得是一个很值得进去的市场 然后显然你过去的十个月也很成功 是 然后因为你也分享了你可能你下一步的计划是多人的课程啊 或甚至会推出健康餐 对 非常的期待 感谢感谢 也是非常的感谢有这个机会可以跟Vicky 还有你的这个听众分享这个我自己算是个人的这个小故事吧 对啊 嗯对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 因为我觉得比起你要讲真的很专业或是那种知识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我更更想要知道的 就是你可能每个人都成长故事 每个人成长故事 我觉得其实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认识新朋友是一件很有趣的 你认识新朋友就像在看本新的书 嗯 真的 好啊 对啊所以希望下一次还可以跟你跟还有你的这个听众朋友聊一些 呃很多别的话题 不管是健身也好健康也好 人生道路上比如说工作也好 因为毕竟自己也都是跑遍了很多地方 然后有些人生的经验啊 所以也是想想跟大家聊聊 嗯 我们下次来聊那个你在中东 然后在美国的的经验好 因为我觉得你会 好啊 除了那些地方很有趣大家比较少去之外 我觉得从你应该可以给我们更多 从文化的角度上来告诉我们 好啊 没问题没问题 期待期待 好我们 我们就预约下一次路中东的 也许就是下个礼拜吧 因为我们要必须在 没问题没问题 反正我都还在隔离啊 没有你不要担心 你不要担心就算我出去以后 台湾还是在隔离啊 整个台湾都在隔离啊 怕什么 不要这样子说 我们下个月就要开放了 你这样子讲一下台湾人都吓死了 你不要让他们以为他们再也出去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大家还是 还是要先能够打到疫苗啊 对吧 是 对啊 对啊 我觉得像你现在这个 我觉得你现在做这个 是因为当 是因为你还没有办法上班 所以才想要就是做这个 对对 如果你上班 其实你应该也不会做这个 嗯 应该是我就没有办法有那么多时间 可以做 当然所以我现在的目标是 把它做到一个程度 让它之后我就可以 花比较少时间就可以继续做下去 但那种问题不是 你如果做越来越好 不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吗 嗯 可是有些东西会变快啊 比如说一开始我剪片要 可能要花五倍的时间 对 然后现在我可能就会 就会比较快 然后也比较知道 对 就像我一开始的时候我 比如说我跟每个人录音前 我都还要写一段那个intro 然后后来就发现 我根本不需要intro 我就直接讲了就好了 对啊 你直接讲就好了 对 就还是会比较快一点吧 嗯 但是创作真的蛮难的欸 因为我发现尤其是写文章 因为每次就越写越长 我也是啊 就是我一开始 如果那个我那facebook一开始就写好长 后来人家跟我讲说 你写太长了 后来我想说 好 会不能写多长 对因为根本就没有人在看 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 但是 真的 现在就是懒啊 嗯就是想说 只想看个影片 然后看个照片 这样素成 对啊你看我昨天那个 其实我后来 其实我有点后悔 我昨天那个训练影片 我觉得我拍太长 就是我觉得就是 你看像我今天那个什么 拍痴的那个啊 大家就看得很踊跃 这样想 干的这些废物 哈哈哈 哈哈哈 昨天你那个有很长吗 有啊十二分钟欸 十三分钟 就以youtube来讲算是很久了 对啊 哦我觉得是可能要主打说 啊跟着做就可以 因为其实你是同一个动作 你就是真的 你全部做完 给大家看 不要我全部做完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这几天 我要就是我要来教动作就好 就是一次教一个动作就好 对对对 这可以 可是那种出那种十几分钟 这种更好啊 这样流量更大耶 因为大家就可以跟着你影片做啊 大家就会反复的去看啊 对对对 是啦是啦是啦 对 是没错是没错 好我们今天来做个ending好了 因为其实我每次结束我都觉得很奇怪 但我都会强迫那个我的 来宾 来宾跟大家说再见 没问题没问题 我全力配合你想要怎样我就怎样 好我们现在就来跟来宾说再见咯 好大家拜拜 好大家拜拜下次见咯 咯